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哥今天和大家讲的食材 就是说白萝卜 其实在过年的时候 每个都蒸糕的时候 这个白萝卜是首选 萝卜糕很多人最喜欢吃的 包括我自己在来 但是这个萝卜 是不是每个都对吃的呢 现在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根据天气来说冬天 白萝卜是一个时令食材 中医认为它是属于寒凉的蔬菜 属于寒性的 它的味道是辛金 它的功能有下气消食 除痰润肺 清热生津 清除即滞止气的功效 所以特别适合大便畅通 胃脏胃酸倒流 咳嗽痰多的人士 所以我不久前曾经介绍过 感冒服西药也是咳不止的 服了一个汤三天就好了 这个方就是用白萝卜 加蜜糖浸出萝卜水来饮用 这是一位朋友 他家的偏方 家是做中医的 所以根据中医的效果 是能够有除痰止咳的作用的 但根据营养学方面 履行于香港的营养学会 营养师就说 这个白萝卜是十字花科的植物 热量低,但纤维高 有丰富的维他命A、维他命C 亦有甲和微量的钙和尾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 用来做菜也可以 蒸糕也可以 但有些人真的不适宜 哪些不适宜呢? 根据中医认为 这是寒凉蔬菜 所以认为如果你是 阴性偏寒体质的 或者你的脾胃虚寒 不适宜吃那么多 而且如果有肠胃的溃养 慢性胃炎 还有如果有鲜兆流产 子宫脱垂的 不可以吃了 至于营养师的建议 就认为 因为白萝卜的甲含量高 如果你本身有低血压 或者是肾病的患者 又或者是服用其他的药 或者又是你大病初遇 这些人都不适宜食用 而且它的纤维含量那么高 你吃得多 就会导致消化不良 所以营养师建议 不要吃那么多 最好就是生吃 为什么呢? 因为萝卜经过高温烹调 会流失为生命C 叶酸和甲这些水溶性营养素 如果你用少少油去煮它 就可以帮助吸收维他命A 生吃比是用叶制的 因为生吃保存它的营养素 而叶制的因为没有煮过 也保持营养素更多 但是因为它加了很多调味料 这样你吃得多 就会摄取过多的纳 所以根据营养学方面 最好的食法 就是生吃 但是中医认为 本身含量再加生吃 普通人体质并不能接受 所以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如何 去决定你如何去吃 不过萝卜饮食方面有禁忌的 如果它和猪肉一起烹调 是可以达到健脾抑胃 是可以达到健脾抑胃消食化痰 如果和豆腐一起 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营养 但是很多人都会知道 有些食物是真的和萝卜是相充的 就是人参和花旗参 如果你吃萝卜又吃人参和花旗参 根本人参和花旗参的保抑功效 就会减低 大打折扣 那就等于没有吃到的了 浪费了 如果和红萝卜一起 它的酵素就会破坏了白萝卜里面的维他命 所以我们日常的汤只会是青红萝卜汤 你很少看到红萝卜和白萝卜一起熬汤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和木耳一起合米 烹调食的 是有机会导致你的皮肤敏感的 另外有两样的水果不行 一样是菠萝 另一样是临翅 因为一起这样吃 是会有机会诱发甲状腺的肿脏 现在大家知道它的食用禁忌之后 你会不会小心饮食 不会双冲 引致你所补的各样心类都没有效果 同时你自己又是不是适宜这样食用 你有一个参考的时候 那你以后吃萝卜就会吃得更加安心 多谢大家收听 然后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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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遍